506这一题 我刚刚讲说我把ABC带过来 ABC指的是ABC三个变数 带过来这边 我说本来也是ABC 那我说你可以改成XYZ 然后但是XYZ它就是参数 它不是变数 所谓的参数就是我先把ABC带过去 它有点像是只是一个 暂时放在那边的一个储存空间 OK我刚刚就讲 这有同学就马上把它改了 改了之后马上出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他把这边也把它改成XYZ 然后再传 他说城市出现什么 他找不到XYZ这东西 对 因为他可能把变数跟参数搞混了 对不对 这边如果传过去的话 名称本来我原来之前是ABC 我现在把ABC 那如果改的话这边改 这底下通常要改 OK你不能说这边改 然后这边只有改上面 下面没改那不行 如果上面改 那下面这边呢 本来是ABC的也要把它改成XYZ 对应关系嘛 OK 这样还可以run 那另外的话呢 传的时候呢 特别是这边就是ABC 刚刚同学比较搞不清楚 他写成这样 他把它写成XYZ 所以他就跑来问我说 老师为什么最后城市会出现什么 他这边就出现什么 找不到XYZ的这 有没有 这三个变数的名的资料 有没有他传的时候 比如传2 Enter -3 Enter 1 这应该要输出两个词 就要出现什么 他找不到什么名称XYZ 对 因为我明明叫ABC 结果他这边 却给XYZ 当然错了 所以特别是有 这边就要改什么 ABC 这样才会传正确 OK 意思就是我把ABC这三个变数 传过去 传过去之后 他就变成XYZ 大概是这样 OK 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 反正你 我是觉得XYZ 如果要把它学好了 其实有个重点 还是就是要多写 其实多写 慢慢我发现就熟了 熟了之后 再来就比较 第一个 比较不容易写错 第二个的话 写的速度 也会比较快一些 其实当然我是 希望说将来 学完这个课之后 大家可以什么 写的又可以快 又可以正确 所以如果你希望将来 能够程式又写的快又正确 就多练习 那考证照其实也是一种方式 因为这证照考试里面就是要 你要把所有的题目都练熟了 而且到现场考试之后给你什么 给你题目 并不会给你答案 你要自己把答案全部打出来 然后又快速又正确 所以他才有办法拿到正照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再来把刚刚那一 这个费事数列这一题 稍微讲一下 那特别注意 待会我们也是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先不要写方选 写完之后 我们再来把它改写成方选 OK 那所以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的写法是这样 来把它看一下 那因为这个程式 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那我刚刚有提过 有几个要点 第一个就是它的开头一定是0跟1 反正0、1 然后后面的话 再去延伸前面两个数字相加的结果 放在下一个 前面两个数字相加 放到下一个 所以我为了要满足这样的一个写法 我大概第一个 前面一定是0跟1 所以我先把它串在一起 那怎么串 特别注意 我先开头一定是用input 请问一下 你要费事数列要总共几个 那我输入10好了 你就帮我输入10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这边先产生两个变数 那这两个变数刚好是什么 刚好是这一个题目里面的什么呢 开头两个 0跟1 OK 那我就怎么样 把这个0跟1放到哪里呢 串在一起 先放到开头的位置 那怎么串呢 特别注意哦 就先产生一个变数叫s s这个变数预设值是没有了 就是空的 空的字串 那我就怎么样呢 把这两个串在一起 哪两个呢 0跟1 所以先把 不过你要串在一起 我前面讲过一定要转型 因为它是一个整数 0 那我就把0放在这边 所以基本上开头一定是0 01嘛 然后中间加个空白 当然如果你将来不喜欢这样写的话 也可以用format 我刚刚有讲过 OK 所以基本上它就会先产生0跟1 中间加一个空白 已经有了 接下来后面的部分怎么产生 就把前面两个数字相加就产生下一个 所以底下的话呢 而且要知道说跑几次嘛 跑几次 所以最后底下的话就有一个forway圈 for i in range range的话呢 那我们的范围基本上如果 假设我这边从这边是3的话 那后面的话记得哦 就要number加1 10加1 因为3跑到10停下来 可是如果说我刚刚有提到 如果我今天输入2的话 那你这个number就不用加1了 有没有 因为如果2的话意思就是0 1 2就等于是3 另外一种写法就我刚刚讲的 如果从第三哦 因为要跑几次嘛 跑后面嘛 3 4 5 6 7 8 9 10嘛 10的话一定是什么 跑到 11停下来就跑到10 OK 所以范围先确定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后面这几个数字 就是第3到第10数字的范围 好 那我们已经知道说范围OK了 第二个的话呢 再来怎么样 我要去把后面的东西先变出来 然后再串到后面 所以后面的程式是什么 变出来串到后面去 所以呢 怎么样变哦 特别注意哦 那基本上前面两个数字就是什么 N1加N2嘛 就变N3 所以特别注意底下的话 就是把N2加N1或者N 两边颠倒没关系 加完之后的话 把这两个数字加完丢到N3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有N3指的是后面这个数字 那再把它串到后面 怎么串呢 特别注意哦 底下就串 自串的串接哦 我前面有写过 s加等于一个空白 加上N3 这种写法我前面讲过 你如果不这样写的话 你可以写s等于 s自己本身 再加上什么 这个空白 有没有 就是刚刚不是前面0 空白1吗 然后呢 后面一个空白的 所以空白再加后面 产生这个 这个数字1 就帮我串到后面了 所以没有 0 空白1 空白1 那可是呢 底下还有嘛 所以底下还要再让它下一个 所以特别注意哦 底下我就想了一个方法 就是 那这样子的话呢 如果我已经计算好这个N3了 那我底下如果要再变的话 那这个 后面这个数字的话 就变成前面这两个数字要变动 所以特别注意哦 底下我就写什么 那我就先把N3这个数字 丢到什么呢 丢到N 应该先把N2这个数字有没有 1的部分有没有 先丢到N1里面去 就是我先把什么呢 把刚刚本来里面放1 应该意思哦 把这个N2 这个数字怎么样 先丢到呢 这个原来放第一个的位置 OK 把它盖过去 变成说N1现在变1了 然后下一个的话呢 再把N3 也把它放在 这个什么呢 N2里面 意思就是说 把 本来是01 对不对 现在改成什么 变11了 然后如果再下一次的话呢 变成12 再下一次变成23 因此类推 35 那就产生后面的下一个数字 OK 所以呢 丢过去 特别重要就是把N2 丢到N1把它盖过去 那N3呢 把它丢过去 把它盖过去 OK 特别注意哦 这个顺序哦 我记得好像不能颠倒 就是说呢 一定要先丢N2 丢到N1里面去 再把那个N3丢到N2里面去 如果你这两个顺序不对的话 好像会产生错误哦 OK 主要是因为你把这个值给盖过去了 那2的值就不一样了 OK 那依此类推全部呢 就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最后的话呢 把它串接完之后呢 Print的结果就是我们要的 所以我试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执行 假设我输入的是 这个N3的词 假设我输入10 Enter 那它就会先输入01 然后再空格1 空格2 空格3 一之类推 全部就帮我把这整串呢 全部输出 OK 好 这样的话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了 OK 那 试一下 如果是20的话 那一样 反正它一直往后 OK 延伸出去 那另外当然呢 如果说我刚刚Range 如果我用2 这边其实把它改成 不要加1 其实应该结果也会是一样的 OK 比如说我输入10 其实也是一样 然后 跑的 也是一样 OK 所以这边的话 看你习惯 就是 这个Range 从哪个数字开始 OK 那其他的话 请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OK 那当然呢 不是只有 只能用Fall回圈写 其实你用画尔回圈也写得出来 只是说呢 如果这边用画尔回圈写 我 写过 我觉得占不到便宜 因为城市反而变多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相对 用那个Fall回圈来写 会比用 画尔回圈来写 会比较精简 OK 那我是比较平铺直序的 我是 反正呢 就是怎么样 就是 先产生01 然后呢 再把01的字串好之后 再 把这个 两个数字相加 变成N 就变成N3 然后再把它串到后面 串到后面之后呢 再做乾坤大挪移 把两个数字 再把它丢到 我们 这两个空缺 N1跟N2 然后之后 它又可以再产生N3 有没有 就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 好 以此类推 那这样的话呢 整个串完呢 那就会是 我们要的结果 OK 这是我想出来的逻辑 你们可以再想想看 有没有其他更简化的逻辑 如果可以的 如果有的话呢 可以当然再告诉我一下 我看看有没有更简单 我目前想到的 也许就是这个方法 OK 试一下 试一下